太炯大卖十二点七亿,王宝强只分得二百万片酬,那徐征呢? 太炯大卖十二点七亿,王宝强只分得二百万片酬,那徐征呢? 王宝强出名的作品很多,但要说最早最出名的电影《太炯》绝对是当人不让,该片自上映后票房口碑其宝棚,最终累计票房十二点七亿,更是超越《泰坦尼克号》一曲成为了2012年最卖座的华语电影。 徐征也凭借这部电影《蜂王》,而王宝强也开启了他电影生涯的新征程。 太炯是徐徐是首次导演的作品,当时找投资人就花了很长时间,很多人觉得不靠谱一开始都不敢投资徐徐,在机缘小河下光线影业投资了徐徐的这部《太炯》。 那几年的光线名声不大好,甚至一度有留言光线出品,避数烂片。 而光线掌门员王长田也没保多大希望,只是觉得投资都不到三千万,卖个八千万就能回本,以徐征黄博的号召力这个应该还是没问题的。 现实是太炯大卖12.7亿,刨除了分给国家电影基金的5%,3.3%的税,再加上超过5亿的国家奖励1000万,影院分走的50%,院线发行方的7%,到了光线手里的足足有4.9亿之多。 减去投资成本和一系列宣发费用,光线的最终利润足有4.3亿。 可以说这部电影是光线赚的最多的一次了。 要知道2011年光线全年的净利润也才1.76亿,这一部太久就让光线赚足了眼球。 而在这部电影中,介于当时的王宝强的号召力和知名度,王宝强只分得了200万的票房,算是主演中拿的最少的了。 而黄宝当时的片酬是300万,不过黄宝把自己的片酬投入到影片的制作成本当中。 相当于投资了这部电影,按投资额10%的回报计算,黄宝也凭借这部电影大赚了4900多万,比起王宝强可强了不是一点半点。 当然,更多人最关心的是身为导演并且是第一主演的徐征分到了多少钱。 据悉,太久完全由光线投资。 在利润方面徐征除了片酬之外还有10%的利润分成,照这么说徐征在片酬和导演费之外获得了4300多万。 如果加上片酬和导演费应该在5000万左右,只比黄宝多了一点。 这么算下来,徐徐征这部电影也不算是赚钱了。 不过作为影坛喜剧的大佬人物,徐征可不甘心只当别人赚钱的工具。 他在下一部电影《港九》中大赚了足足20亿之多,预知详情,可以关注小编,查看更多原创文章。 谢谢阅规讨论。 推荐阅读,分文不投的徐征,靠着港九赚了近20亿,《唐探2》简直弱爆了。 制作人链佛 推荐队 排队 监制 封印则 编曲 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